好了,這些細微的東西你們看不到 但這些東西會令到租客少點complain Hello,大家好,我是John 今天在這個影片給大家一個更新的Bagno Street 這個Bagno Street 我給你們看 兩房的單位 我在我後面這裡 這裡到了 稍後會上去 給大家一個Walk Through 今天天氣挺好 所以給你們看看周圍的環境 我都覺得這裡是買得挺滿意的 投資者就在Brighton那裡有上來看的 他都很驚訝 因為他的兒子在愛丁堡那裡工作的 他順便過來這裡看一看 他都很驚訝 這裡他以為半個小時才能到城 我告訴他開車這裡10分鐘 不必要是在這裡 這個地方在後面有個花園 他以為這裡要半個小時 所以他很驚訝 是10分鐘左右 我現在先走上去 給大家一個更新的 一會見 Hello Hello 是John 上來了 我立即會給大家一個Walk Through 我剛才跟你說 其實這個投資者上過來了 他應該在上個月左右 上過來了 他很關心 因為他第一次投資者 他真的實際上來了 第一 我知道你們在想什麼 那個價錢是多少 你在那個交易中 告訴我多少 是不是真的做到那個交易 因為他看到很多 怎麼說 那個期望 很明顯 爛爛爛爛爛的 我說你不用怕 我們會看著你的 我們會看著你的預算 來做的 還有要做到一個最重要的 一個Lettable的standard 一個Fair的standard 另一件事 我很關心 就是裝修的時間要多久 我有convince他 我跟他說 其實我也想很快做完 因為我拿不到錢 因為我現在任何收費都被收 我要找到租客 我guarantee他 我要找到租客 我才去收我的project management費 和我的professional fees Anyway 他現在這個project 有一個月鬆一點 我告訴你 還要一個禮拜左右 所以應該是六、七個禮拜左右 我們又拿到鎖匙 就裝完收 跟著又找租客 我很有信心 應該會在一個月內 找到租客 和租客可以搬進來 搬進來 搬進來的 我未必能控制到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有一個很好的租客 我們有時候等久一點都沒有所謂 不如這樣 帶大家看一下 因為我對上一次 因為我們真的很忙 或者我們的團隊也很忙 我也很忙 OK 我飛過幾次去倫敦 還有我又有很多project要做 那麼 上一次的update 和今次應該有很大的分別 我現在在廳裡 那廳裡 那廳裡 我們油白了 這部牆 我想你記得 應該有些 好像 好像啡啡的 顏色 現在撿了 那絲領也油了 我們又安裝了 那些 那些 燃燃 那些燃燃 那些燃燃 記得地上會保留的 這個bouken 今天好天的 你可以看到我們油了 和那個業主 都中了 OK 那 我走著 跟我來 這裡的surfing 我們 會找人油的 現在補好了 那次的timing的問題 沒有補好 才讓那個油腦去 現在我們找一個hand demand去做 補回而已 補小事 OK 那些門 整間屋 那些門 都入到 北部 那 我現在在居住 那居住 我不知道你們記不記得 現在轉了 你看到嗎 之前好像很暗 因為那個人很喜歡紫色 很喜歡 而且這裡很多浪 那些artics 那些浪 現在 這個 完全是另一種感覺 OK 我們進去兩個房間 這個房間 就是紫色的 那我 有師傅 要塗了四層油 才能夠蓋 那四層油 其實那個料是便宜 工才貴 OK 那塗了四層 那司令又塗了 那 為什麼要蓋了它 因為呢 其實那個紫色 第一個紫色 真的要neutral一點 就是租呢 我們容易出租 而且都有點爛了 那你說 是不是嚴格上 是不是每一步牆都要油 不是 不過呢 不要節省那些東西 有時候呢 你給人整體的感覺 一個fresh 一個open neutral的感覺 很重要 令到呢 我們很容易出租 就是我想 和你們的投資者說 不要只是看那個 就是數那個 我們叫pini 就是 就是看那個 銀子做人 有時候呢 看那個價值 有時候有些錢 花得很有錢 這裡呢 它是花多了一點 不過那個價值呢 是得回來 令到呢 一個租客進來的感覺 是 你可能花多了兩百磅 因為油多了幾步牆 用多了一點點油 不過呢 那個感覺呢 就好很多了 OK 而且呢 會快點出租到 這件事很重要的 OK 那我帶你去看看 其他房間 OK 那呢 廚房這裡呢 就最少東西搞 我們呢 其實它的油呢 都OK的 那個司令 各樣都OK 那這個 那個煮食爐呢 要扔掉它 因為太過舊式了 OK 那現在呢 禮拜一 今天是禮拜日 應該 這個禮拜 禮拜三呢 就會有delivery OK 那禮拜四呢 剛才我在那個房間呢 是沒有地毯的 那個地毯會做的 跟著呢 我們禮拜五 就是下個禮拜五 不是應該是下個禮拜五 今天是星期日 這個禮拜五 禮拜六 就會做清潔 然後再下個禮拜一 就登稿去出租的 OK 那呢 我們這裡呢 你不用下來看 有些地下不便宜的 我們跟那個業主 跟它補了 OK 那這裡呢 又有個士多房 那個地下呢 又是不便宜 又是補了 這些細微的東西 你們看不到的 但這些東西呢 會令到呢 那個租客少一點 complain OK 少一點 complain 這樣呢 希望呢 就住得久一點 即它用到不會說 啊 這裡又 這裡和那裡 有些 不是好work的 那些東西 即是 我們都不想 我們都想那個租客 搬進來 沒有 complain 沒有什麼 OK 我帶你現在去廁所 OK 廁所這裡呢 就用了很少錢 就跟那個業主 transform了 這部牆呢 因為呢 那個hallway都批檔了 這部牆呢 都不差 都批了 那變了 現在又油了 油 那呢 即是 改成了很多了 OK 那這個呢 我上次也有說過 好像那個箱一樣 我們build in 因為有些管 露了出來 很肉酸 OK 我們現在都跟它做好了 司令又油了 有了 又有個waterproof的燈 所以沒有問題 那個shower 就keep original 我不給你們看 是一個殘廢shower 那麼呢 那業主有問過 嘿 阿翔可否換了它 我不喜歡 很老闊 我說不好 這些呢 你就真的浪費錢了 是 好像一個殘廢廁所 即是殘廢shower 即是殘廢shower 即是你可能那個額 不對的functionality 是沒有什麼 怎麼說的 沒有 即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那個人可以用到shower 對不對 所以呢 而且它本身很新的 就是保持著它 不要浪費這些cost OK 我現在帶你去看另一間房 OK 喏 我進了這間房 這間房是做得最少的事情 因為呢 這些顏色 這些長子 完全是original 那為什麼這個keep呢 因為夠neutral 記得你們做裝修呢 要特別是拿來出棕 要令到它neutral一些 那地毯呢 我們覺得是OK的 不過還沒洗 接下來呢 即是在夠cleaning那個動作 我們會洗掉它 那當然啦 我們這個顏色 會盡量match 隔壁的房間 沒有辦法的 這個顏色 因為它比較舊 是比較殘的 但是盡量 沒有理由 這個是這樣 那個是白色 這樣就不成功了 對不對 OK 喏 看完這個property 到我差不多出租的時候 我再給你一個video OK 記得 給我一個like 這個video 如果你喜歡 和多些人分享 share我的video 還有subscribe我 如果你想看多些video 下一個video 再見